书法的魅力呢 它在意什么 就是 它可以来 可以这样讲 中国的书法 它是 中国艺术 乃至 中国文化的核心的核心 夸张一点说吧 其实书法的魅力 中国书法的魅力 也就是 我们中国人的魅力 您现在收看的是 加拿大财经一号电视台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传承水墨 艺术精髓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持人 丁丹 中国的书法 中国的书法历经千年的历史 发展至今 在继承传统的同时 越来越多的走向了多元化 无论是艺术的形式 结构 线条 等外在因素 还是内在精神的书法 均呈现出了多元化的趋势 那么今天做客 水墨单亲节目的嘉宾呢 正是一位书法家 洪永江 让我们有请洪老师 洪老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 欢迎来到水墨单亲 您请坐 洪永江书法家 生于广东 现为全国名人书画艺术界联合会主任委员 中国当代书画名家协会常务理事 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 中国一级美术师 洪永江曾被评为 新世纪校园书画艺术人才 中国梦优秀艺术家 曾登上《潮人纵横》杂志 第289期封面人物 洪永江的作品 曾作为2016年 两岸文化艺术交流 赠送给台湾西服儿童教育协会 永久收藏 并得到马来西亚 日本 韩国 香港 印尼 台湾 新加坡 书法爱好者 好评及收藏 欢迎您洪老师 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洪老师 我想知道您之前是什么样的契机 让您跟书法所结缘的呢 这个跟书法结缘呢 要从我在很小的时候 因为我生长在农村 当时呢 每当我上学的时候 我会路过一个 我们大家在农村的生活 就会清楚 有一个屠宰场 就是农村 挨家挨户呢 他每天的生活 都会从那里去买猪肉 那里有一位叔叔 他整天就用一小块红装 用毛笔沾着水 清水在地上在画写书法 那时候在农村的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 我就跟他打招呼 我就问他叔叔 你为什么要用清水在红装上去写书法 他的回答 刚开始呢 令我很不解 他说 小朋友 等你到叔叔这个年龄了 有家庭了 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去做 因为当时写书法的人 很多 只有这种方法呢 才能减轻他家庭的负担 我就觉得好玩 回家也就去找了一小块 当时的庄好像是四十乘四十的 一个红色的地庄 方法还挺讲究的 一定要把红装晒干 晒得很干 然后你用毛笔沾着水在上面写 它会马上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魔术纸一样 那些舒黄的魔术纸一样 一沾水呢 它就变颜色 一干了 它就又可以重新来写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 我要回家 也就是按照它的方法 把书法给练起来 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我对书法越练越有感觉 等到大概呢 是在小学三年级 参加了书法比赛之后 人家在纸上画了很多很多的 写了很多很多都没办法能够随心所意的把书法给写出来 独有前班独有我一个人 能够把这个书法写得很好 从此呢 一发都不可收拾 我从三年级 八岁上的小学 从十一二岁开始 就一直到现在 不管是在做生意也好 上班也好 因为我是两千年下海的 之前也是在单位上班 一直没有放弃过 没有放弃过对书法的追求 对 您这个精神非常可贵 那我们知道书法有很多种书体 您主要是研习哪一种呢 因为我当时学书法的时候呢 也是有拜过几个老师 包括杨再春老师呢 我也学了一部分 但是因为在上学 在大学的时候 我就专门的研习了 包括有起工体啊 欧体啊 研体 但是我还是比较钟情于 研工的研体 因为它研体日呢 它比较特别 我还是比较钟情至 研体 那您研习书法这么多年 对书法有没有自己的看法呢 其实我对书法的理解 可以这样 可以是这样说 因为书法呢 它在于历史的 文化历史的根源 它有着比较深厚的历史 再一个呢 就是书法 它会带给人一个很高的意境 不单是从历史的文化来讲 它也是一门学问 纵观我们五千多年来的中华 传统文化 上至帝王 下至老百姓 对书法它都是爱极致深的 再一个呢 就是书法的魅力很大 书法的魅力呢 它在于什么 就是它可以来 可以这样讲 中国的书法 它是中国艺术 乃至中国文化的核心的核心 夸张一点说吧 其实书法的魅力 中国书法的魅力 也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魅力 非常棒 这句话说的 对我们中国人的魅力 对非常好 那您就是研习书法这么多年 肯定有一种碑铁 一个碑铁对您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您能跟我们说一下吗 碑铁 我刚才前面我讲到的 就是我还是比较喜欢 柳公的书法 因为柳公的书法的 它的笔画 爽力 挺秀 也比较有力 在书法这一块 我们曾经有这样的一句话 就是书贵 寿印荒通神 讲的就是我们柳公的书法的特点 所以我钟情于柳公的书法 但我本身也是一个信活之人 对我的启蒙跟启罚 对于柳公的贤密塔碑 我是比较有独到的 因为这个碑铁 是在柳公晚年 年进古稀的时候所写 当时应该是六十多岁了 他六十多岁了 他的书法 造译的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 也一定的高度 可以从这个碑铁看到的 他这个碑铁里面的书法的布局跟风格 已经做到内敛外拓 四面周到 干净利落 所以这个对我的启发也是蛮大的 所以这个就比较好 您刚才有说到艺术造诣 那很多人都说 书法写到最后决定这个艺术造诣高低的时候 已经不是从技法方面来决定 说是从文化底蕴 这个看法您怎么看呢 这个我是完全赞同的 因为目前我们中国书法 它有五个价值的所在 一个就是它有欣赏价值 实用价值 还有它的审美价值 收藏价值 跟观赏价值 对 所以在这个五个价值当中 其实我们文化底蕴说到底 它就是一个人类精神成就的广度跟深度 因为我们通过学习书法 来提高我们 学士的修养跟精神的修养 从而成就了 那个精神的学士修养 来达到这个文化底蕴的提升 这一点呢是很正确的 因为有一这样的一个故事在 就是当时的唐木中呢 他在问到这个柳公 说这用笔 之法在哪里 他的回答也是令我很深刻的 因为我对柳公的 所有的故事也是 是比较去深处了解 他说笔正 心正笔就正 书法写到最后呢 是心与心之间的 紧贴在一起的 心与心之间的一种 沟通 一种沟通 一种享受 因为你书法不单是 能体现到这个文化底蕴的提升呢 他给到我们呢 有一种深的意境呢 就是书法呢 他从他的点化 我们能看出他有一个和谐的美 跟线条的美 动感的美 那我们今天也说了这么多了 您一定是带了作品过来的 有带的 对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欣赏一下洪老师的书法作品 这是我们洪老师带来的第一幅作品 接下来呢 让洪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幅作品 对 这幅作品呢 写的是德高人寿 因为心宽即是福 德高人长寿 我在创作这幅作品的时候呢 灵感是来自于心宽即是福 这会对联 德高人长寿呢 不管我们现在从生活当中 从做人 人格魅力各方面来讲 你只要有德 你才能有 身边才会有更好的收获 从结构跟布局来说 它里面是有那个流体的结构在里面 但是后面呢 就是兼合了一下 我后面所写到的一些自己的 所写的一些笔画 融进气 从德高人寿来看 它融进气的 大部分的还是属于流体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洪老师的第二幅作品 洪老师您可以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幅作品呢是以德立信 很多人都会问我 我为什么每幅作品 基本上我平时写的作品 都跟德是大有关系的 因为我自己的债号叫宰德斋 宰德斋是出自哪里的 出自孔子的 厚得债务的那个点击里面 所以我的债号呢 就叫宰德斋 所以以德立信 就是从道德 所以意识一些我们所要 包括我们的这个文化里面 所说到的这些道德行为都好 就以道德来树立你自己的威信跟诚信 所以德比信还要重要 所以我在创作的作品当中呢 很注重这个德的修养 那这幅字也是一样是流体是吗 对这个呢 结构是 但是呢 笔画这一块的是融入了我自己的 因为我后面呢 有一种书体呢 是我在学习书法当中 慢慢地演变出来的一种呢 就是怎么说 因为现在还不是大家 如果是大家了 就是红体了 属于您自己的一个风格 对对自己的一个风格 非常好 那您这幅作品是在一个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去创作的呢 这个呢 就是在我去出差到重庆中县 重庆中县呢 它那里的有个叫封烟商国的 一个饰饮基地 一个饮饰基地 当时呢 我是有有业务 我们集团有业务到那边去开展 到那里了 发现了 那个我们关于千里送少的 一个道德跟一个中义 切好那里又是叫中县 那我们做生意 本来这也是讲究诚信跟威信 所以呢 去到那里之后 我才灵感凸现 这个德 道德跟中义 比诚信 还要重要 就放在第一位 所以我在跟中县的 那个中县商会那边 做交流的时候 我就写了一副 以德力信 跟中义诚信 送给他们商会 这个创作灵感 就是在那些出差当中 在此呢 也作为了我的座右铭 包括我的名片 也都以 以德力信 作为我的名片来传播 也希望借此了 来传递 中华传统的美德跟道德 好洪老师的这幅字画呢 更加告诉了我们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以德力信 那今天的节目在这里 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再一次感谢洪老师 来到水墨丹青 观众朋友们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请登陆水墨丹青栏目 官方网站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